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4月15号星期四 我们一起来继续聊菲律宾的日常 那么先说第一个事 这个事情发生在菲律宾的巴克罗德市 巴克罗德在哪呢 在菲律宾的西内格罗省 是西内格罗省的省会与 据说有八条车道的伊洛伊洛市 隔海相望 那么这个事在历史上 菲律宾的历史上还是比较出名的 被称为唐叶之都 因为它整个岛制唐叶非常的发达 种植加工是非常的发达 那么直到发明了唐代品之后 唐叶才没落了 那么后来由于这个事情又引发了一个非常重大的灾难 然后后来就成就了巴克罗德的面具结这么一个事 这是有时间再跟大家讲 但是咱们先说今天这个事 巴克罗德出的什么事呢 就是很多巴克罗德主要街道上的行道树被砍掉了 那么现在留下了巨大的树桩 这件事情遭到了很多当地的民众的一个不满 然后因为很多民众说 这些树其实也是有生命的 生灵都是通人性的 那么有些树甚至这个树林可以追溯到194几年 194几年也就是说将近70年的树林了 那么现在也砍掉了 其实让这些人表示很不开心 而且这个树砍掉了 树桩还留下了 据说留下的原因是因为比较难清理 这是肯定的 因为我是植物的 我很清这个是 就是这个树的树冠有多大 基本上底下根系有多大 那么你想几十年的树 70年的树 那么树冠是很大的 那么底下根系是根本就不好清理的 那么现在环保组织也跳出来 也在联合反对这个事情 那为什么要砍这个树呢 据这个巴格罗德的这个市政府反应 是要是重新铺路啊 就是构建更好的这个道路系统 然后呢 以便在雨季的时候呢 这个道路的渗水速度呢要加快 我觉得这就有点扯淡了啊 就是我在国内吧 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去植物的嘛 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国内以前都是 像我们北京啊 北方啊都是种槐树 比较多 阳树比较多啊 因为这个树林 就树的增长速度快 那么树冠面积大 蒸音面积好 后来就全部改成银杏了 把这些很多年的树也都砍掉了 就改成银杏了 为什么呢 因为银杏的这个经济价值高 这就是怎么说呢 里面肯定是牵扯到了一些这个 就是巴格罗德这个事情 肯定里面还是牵扯到了一些经济问题呗 然后所以要砍啊 当然对于你这个巴格罗德老百姓来说 就无所谓了 还是有些既得利益者啊 需要这么做 那么来看第二个事啊 那个一个搭载这个运输啊 一个运输这个餐包的箱身货车 什么叫餐包的 什么叫餐包啊 解释一下 就是如果你在马尼达街的话 经常在转角 会碰到一些面包店 里面两批三批 卖的那个小小餐包 就是 就这玩意儿 然后 而且这种店呢 还二小时营业 反正地方很多吧 我就理解 它就跟咱们国内的馒头 是一个概念 这个车呢 就是运输这个餐包的货车呢 在凌晨的三四点钟的时候呢 撞掉了一个水泥堆啊 然后水泥堆也撞碎了 车也毁了 万幸的是人没事啊 人没事 最后第二个原因呢 为什么会撞上呢 没有外因 就是因为这个司机呢 疲劳驾驶 所以呢 说到这里呢 我就感慨一下 就是真的是 这个全世界的卡车司机 可能都是这样 就是工作强度大 然后收入低 压力也大 你比如说像这个 前些日子的 那个河北风润的那个事啊 我觉得可能都是这样 所以还是挺心疼这个行业的 那么 最后一个挺有意思的啊 就是说这据说呢 抓完以后呢 这个餐包呢 跟水泥堆呢 都散过一地 还有一些司机的个人物品 还被甩出四十多米啊 这个挺邪性的啊 不过好在没人去哄墙 其实我觉得这一点 还是挺有意思的啊 菲律宾的老百姓还行啊 因为我见过不是一次两次的 像这种 这种意外事件啊 就是真的 就是围观的人很多 然后呢 如果需要出手的话 他们也会帮忙 但是还真是很少 有时候上去去抢东西啊 去占点便宜呢 还真是不太常见 不太常见 那么来聊最后一个事啊 那么最近两天呢 我在这个街区里面呢 碰到了我们这边的一个大夫啊 这个大夫虽然是妇产科的吧 但是 肯定是肯定是一月常识要比我多 那么最近聊到这个注射新冠疫苗的这个事情呢 这个大夫呢 有一份理论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 给大家也算一个脑洞吧 给大家聊一聊 他说呢 其实这个疫苗呢 正常情况下讲呢 如果是这个疾病在人跟人之间传播的话呢 如果这个疫苗呢 打这个 就是打这个疫苗的这个 覆盖率呢 90%以上呢 基本上这个病毒就被消灭了 那么现在从现在看 他看到一些资料呢 像以斯利啊 基本上都是全民打过了 但是呢 仍然每天有200例左右的这个确诊病例 那美国呢 基本上已经百分之 将近50%的打过了啊 但是呢 每天还是有六七万的这个确诊病例 这就说明什么呢 不是疫苗 一方面是疫苗问题啊 一方面是 这个 说明还是 这个疾病可能不仅是 人传人的问题啊 可能还是有其他的中间宿主 中间宿主的这种的传播 所以造成的这个疾病呢 现在虽然打疫苗呢 但是 就是确诊人数还是比较多 其实这东西 当时他给我讲了一个例子 我大概就能理解了 他就是比如狂犬病 那么狂犬病的话呢 人不是中间宿主啊 人是最后一个 得了这个就 嘎屁的那个人嘛 对吧 然后 中间宿主是什么呢 是比如说就是 常见的就是狗 所以在很多的这个 日本啊 比如说他对典型亚洲 就是日本啊 或者西方国家呢 他们呢 一般控制这个困境病呢 是从中间宿主下手 比如说控制 对狗的管理 对宠物的管理 这些 在这些动物上 消灭了困境病之后呢 人就自然不会都困境病了 然后呢 这个 但是我后来我想起来 我们国内的话 好像一般都是 更希望给人打这个困境疫苗 从人下手 所以呢 国内呢 就是说对狗呢 可能现在的管理呢 还没有全面到位 所以这个困境病 在国内还是有的 应该是这道理 但是从我植物学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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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概念来讲呢 我就 我更能更能了解 他所说的这个意思啊 就比如说像梨 有一种病叫嗅病 梨的嗅病 就是生嗅那个嗅 梨的嗅病 其实梨自身是不带这种病的 那梨在什么时候 才会感染这种病呢 就是在这个梨园的附近 是有侧摆的时候 所以杜绝这个病的时候 就是要消灭侧摆 所以他这个意思 这个大夫的意思说呢 如果消灭这个疾病呢 是要找到这个中间宿主 把这中间宿主干掉就可以了 所以最典型的 还有一个例子 就是那个SARS 当年这个SARS的病毒 会很快被消灭的 就是果子鼻跟传扇甲 对吧 要把这两个干掉的话 那这个病毒自然就消失了 因为人传扇的 其实可能是你打的疫苗也好 或者治疗也好 他就变成一个弱传播嘛 基本上是这个概念 那么现在谁是中间宿主呢 然后我就跟他聊啊 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啊 就是他也认为啊 可能是冷链运输中的一些 肉类制品 你看现在我们国内啊 就是说只有我们国内 对这个冷链这个东西呢 进行这个消毒管控 对吧 但是很多你看西方国家 然后他根本就不对这个进行处理 所以他那边的爆发呢 可能会更高一些啊 在这个传扇过程中 所以这个大夫认为 可能就是一些冷链中的 比如说鱼类或者肉类 蛋类啊 可能会带一些这个 这个新冠的病毒 那么造成大面的传染 所以他认为应该是 还是先找到这个中间宿主 那么会对这个消灭这个病毒呢 其实更有效果啊 当然我只是跟他一心里 要开一个脑洞而已 至于谁是中间宿主 咱也不知道啊 反正咱只能等着科学家们 这个卫生学家们 去解决这个问题 好了 今天跟大家聊这里 我明天继续来聊菲地宾的事儿 我们今晚会有什么东西 我们不说的 我们不说的 其他我们不说的 在这里 我们不过来 我们不说的 ego blood